下面是讲第六 昨天讲到前面那个历 我今天历六 历六你看是一个当年树三的一个考题 这里我想声明一下 这种题前几年十年前我们经常做 这几年考这种题比较稍微少一点 叫应用题你看吧 某商品 每公斤获利八块钱 这好像是很经济的 所以我们现在出题呢 运用太具体的我们出的比较少 这种题你看近几年很少出这种题 反正你就看一看 他说是先把这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吉日商品呢 每公斤八块钱 一公斤卖掉 那么如果过了接着以后啊 就要薛价处理呢 是快两亏两块钱一公斤 价钱又往下降了嘛 那么这个销售量呢 销售量这东西是一个X 这是个随机变量 因为你事先没法知道到底多少人来买 是吧 那么他说呢是不从均匀分布 一百到两百之间 大概一百个卖掉一百公斤到两百公斤之间 根据以往的经验 那么现在问你进多少 进的多了 你现在要处理 进的少了不够败 所以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利润的最大值 那么做这种题呢 以前呢我们就把这个方程的出来是很关键 我就是要求进货量 进货量呢 我就说是一万一公斤 那这不是随机变量 是你自己去进的 你想进多少就进多少 所以这是一个 那么利润呢 利润是显然我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我用十一来表示 十一呢显然是个随机变量 那么这个十一呢肯定是一个函数 是一个谁的函数呢 是一个这个利润显然 这个利润呢跟这个X有关 跟什么跟Y有关 你同意吧 你进多少来多少人买 是吧 最好是多少进多少来买多少 正好卖完 但是实现你不知道 所以呢我想进多少呢 就看下面这个方程十一 应该是跟这两个有关系 这个函数呢我就这么写 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 这个是大于Y 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买的人 比进货量多 全卖光同意吧 那么你进货了Y公斤 每公斤挣八块 所以利润是应该是8Y 你同意吧 那么你还有可能呢 是X小于Y 买的人少 你进货进多了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肯定是8个X有的 卖掉X公斤 8块钱的公斤 那么你剩下的还多少 因为多了 剩下还多少呢 Y减X 同意吧 Y减X 这个工斤要处理了 每公斤是2块钱 所以这个应该 亏2块钱 每公斤亏2块钱 不是 那么处理了多少公斤呢 应该是减掉 两倍Y减X 同意吧 所以这个题 实际上第一件事情 你要确定利润 跟哪两个电量有关 然后呢 把这方程列出来 列出来嘛 现在显然 我整理一下 C就等于8Y 这是应该是X 再减上2Y 同意吧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 疑问问题 这个等号往哪天 下面上面 我觉得都差不多 对不对 反正这刚确实平衡点嘛 所以我收上天 天上面 我就够一天下面 行不呀 这样的话 你灵活性 这两个都对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显然呢 我们知道 显然X的 我从 把上面告诉 100到200 对不对 我相信你Y一定是 在什么范围之内 200 100 对不对 你卖掉最多一百到两百之间 你不会去经过三百 经三百你肯定是这身多了 对不对 你经一百不到你肯定是不够卖的 那么现在这四个水几倍呢 你要求它最大 那么我想先把它的期望写出来 期望谁都知道 我记得昨天讲过这么一个公式 不无穷 G的 X Y写不写无所谓 我写 所以实际上是 随即变得是X同意吧 所以这个大X应该化成小X 是不是这样意思 那么完了以后呢 这是Middle函数 在 Y没有 你不写也没关系 D Y 你同意吧 DX 我说错 DX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我写起来 应该是这样 一种呢 这个玩意 你写出这个东西一看 这个X 这随机变量 这里是常数 这也是常数 这也是不是随机变量 不叫常数 不是随机变量 那么这是一个X 跟X有关是在哪 在这上面均匀分布 这个我想X的分布函数 是这么写的 应该写什么 均匀你会写吧 一百分之一 两百件一百分之 对不对 那么再是一百什么 X到两百 请问有没有等号 应该有等号的 这是由方客户 所以这样 假如原客户没等号 其他地方全等于 其他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写法呢 那么很简单的 先是一百个 照理说 我写到两百 我先写规矩一点 那么这个是 G 在做100到200之间 所以我100到Y 这时候 请问X是什么 小于Y 用下面的公式 同意吧 那么就是10个 小X 打X换小的人 接了2Y 再是什么 DX 同意不同意 还要除一百分之一 这密度中的写上 别忘了 再加上 还有Y上去 到200为止 那么这是多少 应该8 8Y 这是什么 100分之一 DX 同意吧 到这儿 我想下面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对不对 下面这东西就分谁都会记了 我就不给你算 算出来是多少 算出来最后是 150Y平方 加上 100Y 减掉 500 这个世界分 我想5万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那么现在你看 这个求出来的期望 平均的利润 平均利润要求想法支持它最大 那么就是求这个东西最大 求这个最大 我觉得作为高等数学 已经相当棒了 高等数学都获取得差不多了 对吧 那么我想 这个地方求道 求出来应该 D1 C 对哪个求道 DY求道 求道求出来等于0 这是注点 这是注点 是不是注点 那么Y就等于什么 180 我就不给你多做了 对不对 你自己看180 所以这个最大值 我还有最大值 应该 所以 借钱应该 净上瓶金 180公斤 我想这个资金就不多 做这个题 我们发现 好多同学 前面的公司不回来 几乎有这些错 其实真正求起来 没多少东西 这个几乎很简单 你同意吧 所以我们这几年 这种题出了比较少 你看近十年 这种题没错 好像觉得 我们好像 这个东西很经济 很地山 树山考验 考验很经济 其实这东西 我觉得不太经济 真正经商品 没那么简单 对不对 那么我们树叶 树叶 你不知道 做过这种题吗 这个什么 穿个线路 你记得吗 说过这种题吗 好像品并连串连 你说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 现在也不错这种题 为什么 这个好像工科同学很熟悉 建个线路 但树山的同学考验就行 够强了 觉得像鞭炮似的 穿着干嘛 对不对 这种问题 作为树叶考验就麻烦了 经济问题 所以我想 所以这种问题太具体的应用 我们不带 我们现在就考概念了 就完了 好 这题我们就讲到这儿 就维持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刚才说了 把这个期望都讲了 现在下面讲 方差 方差呢 也是经常考的一个东西 我们就这样写一个定义 DX DX 等于 E的 X 减上 E X 说不上这个 X 写的小了 应该是写大的 这来个平方 我们为什么要来个平方呢 因为我们只反映了 大家知道期望 反映了什么问题 反映平均值 对不对 那么方差反映什么 偏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偏离的 偏离的情况 譬如说 我们要讨论永荣城的 这个城市的 平均收益多少 平均值 用期望 平均差异多少 用方差 这是两个反应 因为你看 这个减掉它的期望 再来个平方 政府好不算 来个价值 我想这个我不去解释了 这叫方差 那么我们很多用个公社呢 这个公社把它打开 就打成 1x方 减上1x的平方 对不对 这个不用退了吧 这个平方我们就知道 因为你把它打开 我给你退一退看 你看这个事情 1x方 减掉两倍 x 1x 再加上1x的平方 同意吧 那么你这个1进去就它 这个1进去变成两个 需要掉一个它 那么这个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这里面就是将来很实用的问题 将来我们做题的时候 请问用这个公社做呢 还是用这个公社做 有人用上面 有人用下面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 没有绝对的 绝大部分情况是用这个公社来做 比较好 上面这公社 那有人说你这个话等于白说 什么绝大部分 我觉得这个小部分怎么 为什么用上面呢 我等会跟你说了 大概两种情况用上面 一种情况 对称性 将来我们做题的时候 我给你对称性 毗露说 我讲一个很简单 讲一个正态 正态是什么 正态你是知道 放插 正态分布 我们假如写发的话 应该是 nμsg平方 同意吧 它的密度是什么 密度是应该 根号二块 这我想你都应该背出来的 是吧 2的sg平方 我觉得大家都赔得相当不错 那么这种结封 结起来的时候 因为写这个东西 应该就写成什么 dx 应该结封 负无穷 你求期望不是用 用解封来表示吗 连续性水机变量吗 把大x换成小x 这个ex就介绍没有平方 对吧 那么再乘上它的密度 这密度里面有什么 就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种做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正态呢 实际上我们不太求的 直接写出来的 叫你背的 你同意吧 这就是sg平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真正做题 我相信绝大部分 除了有种对称的以后 我给你讲对称的时候 用上面方法比较简单 这个一般情况都用这个地方 大概不会错的 因为这两个来说的话 上面先都要求ex 没错吧 这里有ex 这里也有ex 对不对 所以ex要求 这个减掉以后再求 这个呢 直接放在哪 求ex放 这个就更简单 这样你会做题的 我们以后做题的时候 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 方差这个东西 肯定是大于等于零的 你同意吧 那么所以我们要说结论了 ex平方 减掉ex的外面平方 一定是什么 大于等于零 也就是说ex放 里面放 一定大于什么 外面放 这个可以理解的为什么 里面平方以后都是正的了 这里可能正不底下 消掉部分再平方 到底小了 同意吧 我觉得这样理解比较 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我们实际上 这个公式用的 我把这个东西移向一下 那么大家知道 ex放 刚才说的 dx等于ex放 减掉ex的外面的平方 同意吧 这是刚才的公式 我把它移过去 就变成 ex放 等于dx 加上什么 ex的平方 其次这个公式都用的相当多 你统一晚 你计算它的平方的时候 常常是怎么干的 好 我想这个公式呢 我就不知给你推倒了 那么这个公式有一些性质 方差以后一些性质 我想性质呢 大家 我觉得 讲很快的 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常数 dc等于零 常数的方差等于 常数根本就没有离散的程度了 对不对 分散的程度 免偏离 不偏离 就常数 那么反过来 我想请问 dx等于零 能不能推出来 x等于常数 推得出来吗 推不出来的 它可以某几个概率等于零的地方 不等于常数 完全可能 我想这个事情不许给你讨论 因为这个事情就知道这个事情就得了 第二个 我想就是 d的ax加b等于什么 a方dx b没有 我建议大家学这种事情的时候 能不能跟方差跟期望合在一起学 行不行 对比一下 别搞错 期望c 千万等于什么 等于c 同意吧 期望ax加b 请你告诉我 等于什么 a期望 加b 同意吧 这个b就没了 我觉得第三个事情 第三个 我写的这儿 dx加减y 等于什么 dx加dy 没有减2 这个用的设置 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xy什么 相互多恋 或者不相关 我就不去给你解释了 在大学里全学过了 对吧 那么在这儿第三条呢 我们有一个 e x 加减y 请你告诉我 等于什么 加减y b 这个地方无条件的 同意吧 这个用这个设置有条件的 这个是无条件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就不太会搞错了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玩意儿 就是这个东西等于 exy e y 同意吧 用这个设置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不相关 或者叫多例 是不是 哎 这是有这个条件 这两条件 你看 在这里有没有这个第四个性质 第一什么xy 对不起 没有 又做起来太复杂 没有什么性质不性质 好吧 这事情呢 我想周围 能不能适当背一背 对不对 这东西怎么背的 你不背不行的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下面呢 我们就 我紧接着 马上做一个题来看看 做一个理切 理切题 我们密度函数 有等于二分之一 e的 pull的x 这是一个分布 这个分布呢 我告诉你呢 我们课上不专门要求大家记 这实际上是个叫laplus分布 我们考过三十次四五次 因为你要找对称的 除了正态分布以外 这个就比较常用了 我不要你记了 这就不要背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想问 dx方等于多少 哎呦 这个事情麻烦事来了 那么dx方呢 我想呢 做这个事情呢 很简单 应该是写上 用这个公式 x的四次方 平方平方 再减掉什么 1的平方 你同意吗 同意 这个公式我想 大家都记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公式 我应该给你来做 先做哪一个 先做这个 先做 1x方 行不行 对不对 1x方 大家知道 根据我们背处的公式 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因为这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把大x换成小x 这公式你看 好不好 一定考的 对不对 那么再乘上 密度 密度函数 二分之一 f 负的 我就1了 x 同意吧 dx 没得写错 那么我一看 这个东西呢 绝对就要把它干掉 它是偶含数 这个平方 这是偶含数 所以我马上可以写上 是 二跟着约掉 零档无穷 x方 1的 负x dx 你同意吗 同意 对不对 诶 这公式我记得要求大家背出来的 是等于什么 二阶层 背得出来吗 现在背不出来没事 你考试的时候 你背不出来 什么都拼命 你受不了 对不对 好 做出来了 下面就是 1的x四次方 哎呦 我觉得 更好办了 负无穷到正无穷 x四次方 二分之一 1的负x dx 我马上写成是什么 零档无穷 x四次方 1的负x dx 等于什么 所以公式有时背出来是相当舒服的做起题 对不对 稳带稳带 你分不结封三次四次 我跟你说 坦白说 我今天坦白交代 我们出这份公式 我都研究过 零档无穷 xn1负x dx 等于多少 n1负x 你背出来我没话可说 有的同学背不出来 就分不结分跟我拼了 我们出其一般 出四次方 你不是跟我拼吗 你四次方拼下来 头破血流 你同意吧 我假如搓八次方 我估计没人拼了 一定想办法 想去公式了 一看八次方 就拼不过了 对不对 两次方 一拼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般搓三次四次 你不是想拼吗 你拼啊 比如五次八次不错了 五次八次你不拼了 一看完这个东西 八次不行了 肯定要有公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都搓三次四次 有的人说 你这个人大大 良心大大的坏 对不对 那就看你的基本功怎么样 我考虑考虑你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搓到四次方 下面捡我就不用去捡了 你通议 你还要帮你捡吗 对不对 不用捡了 那么这个是 这个我透了 四次方式多少 二次 好你挺快 这个后面是 二平方 四 等于二十 同快吧 对不对 这个期你觉得做考题行不行 我觉得不够恶毒 你感觉吧 坑不了 理工同学多少 都给你干掉 我觉得还应该恶毒一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下面有一个叫 常用的 就是我不写常用 就是常考的 X的 希望 与 帮插 我就不写了 行不行 我觉得操这个表没什么意思 我再想说明一条 这里七条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认为第四条 几何分布 稍微差点劲 因为这是二流分布 不用背 前面一到三 五到七 你能不能全背出来 行不行 背得出来吗 我觉得你应该背得出来 对吧 我觉得就不多说了 我计划